小九龍 又有一包 大家好我小九龍 剛剛去買菜回來 然後順便收了一包板栗 老闆 我來把板栗扛一下 把板栗扛上來 這一點都幾十斤的 出來我們今天晚上烤 等一下我去點那個鵝卵池 炒板栗 拿這個漏漏去 點鵝卵池回來 走了 去點鵝卵池 這個一看就是蹲蹲 這麼大個腳印 看這個玉米的倒完了 那裏也倒 應該是昨天老坦把它放出來了 搞得這個玉米都倒了 炒 快點玉米回去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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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哥種的香蕉 活了喲 怎麼做 活了喲 之前看了都沒活的 其實這裏可以種滿一片香蕉都可以的 明天有沒有香蕉 那個小米椒 小米椒 應該種蘋果椒 把這裏種滿 這邊沒有蘋果 這個路好難走 這個什麼花呀好漂亮 白色的 好美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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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是長刺的 刺到的話 估計要挑半隻 得蹲著下去 鞋子 好多呀 以前我就在這裏 撿兒卵食 我去放在小院裏面的 好漂亮 我撞到花了 蠻美的 蠻美的 給大家看一下 看得到嗎 那個水窩 撿這種小的 這種 小的 小的 不要太大 這種 丟 撿這種小小的石頭去 炒板栗 香一點 因為它的收餌均勻一點 大家路邊如果有這種小石頭 也可以撿一點 回去炒 不要撿太大的 等一下那個鍋 搞穿了 你這個一顆一顆撿 撿到什麼石頭 一把就挖過去 太大了有的 太大了不好 我看網上也有這種小石子賣 就是賣 炒板栗的那種能量石 這種就是大小剛好 還好這裡有一堆 不知道到哪裡去找 好嗎 這裡以前我那個院子 就是 玩那個水泥那個 就是從這裡拿的 這是石頭 從這裡拉的 免費的 大自然的 你把這個板栗弄一下 把這個板栗弄一下 把它切實 切實 那不然等一下怎麼炒 我都洗乾淨了 這個怎麼用 砍一個鏈子 砍得了嗎 人家也是這樣砍的 對呀 就這樣就可以了 感覺有點廢所 那太多了吧 不多 那搞不定那麼多 吃不了那麼多 我明天帶點 去給我媽媽媽媽媽 這個冷的不好吃 這個冰瓜很好吃 你知道嗎 現在人家夏天做的那種冰栗子 就是這樣子炒 然後拿去冰 20多塊錢一斤了 明天我去柳州了 你是去放牙還是跟我去柳州 明天晚上去啊 明天晚上去啊 這麼快 沒看了 反正我是明天晚上過去 剛好去到那裡吃飯 那就是跟我一起去的 好 嗯 等一下烤點玉米吃 他玉米我還沒吃烤的 沒吃過烤的 沒吃過烤的 昨天客服跟我說一個事情 就是說 他說有一個人說 我們這個玉米是養色的 他要送去檢驗 我說他有錢 他沒說送去檢驗 他送去化驗都可以 他怎麼會掉色呢 吃了嘴巴 嘴巴 對 快點吧下雨了不 好嘞 收口了 跟大家說了 咱們 今天晚上好好發送一下 真的下雨啊 那趕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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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